在这边最后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平衡有很多地方是很好玩的 在整个平衡过程当中 如果你已经了解了 Summation F 跟Summation Talk 它通通是等于平衡的时候 那它平衡的 如果不平衡 那我们就会转动的情况 跟位移的情况 就会超出来了 位移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 接着我们就要进到转动 转动的部分 我们就会来看一下转动动力学 那我们已经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要让它转动 那你必须要有talk 这个是我们已经最要展动的 最必要的条件 那这个talk的话 也在之前我们也分对talk已经定义了 相对于一个点 相对于一个点的话 它放着talk r和f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talk是分 r和f 这个都是我们了解的情况 那你现在 那你现在 你一旦有talk以后 的话 这之前 我们说你要让它移动 那有力 talk的角色就是像力一样 那力呢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知道 它就是一个这个动量的随时间的变化 的一个物理量 那t呢 我们定义动量是m跟v 那现在呢 对于转动的部分呢 我们要对应 去定义一个 跟平移动量相关的物理量出来 它平移动量跟相关的物理量出来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所定义的这个叫做 minia的momentum 那在这里呢 因为你转动啊 所以我们就定义一个叫 adumomentum 那所谓的adumomentum呢 它基本上 它基本上面 就是 我的定义 L 是r cos t 换句话说 我一个指点 OK 一个指点呢 它在运动 它mv的速度在运动 相对于这个转动的转动轴来讲 它的角动量就是r 可能是p OK 那 换句话说 这个是你的转动轴的位置喔 那接着我们下面要看的是什么 它看的是 就是我们刚刚里面讲过说 力跟动量之间的关系 力其实就是改变物体的动量的结果的 那 角动量呢 跟talk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是 但是 在感动力学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已经知道力 它是 相对于 方位时间的 重量的变化 那 你现在 你把 两边close r 那 左边跟右边同时close r 那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说 左边啊 这个就是我 最talk的部分 右边呢 rclose p p 可以 把它 做一个 加上 p 加上比r bp close p 再减掉 比r bp 对 对 close p 加再减一下 那没有问题吧 但是 前面这里啊 因为我这样子一加的时候的话呢 我就可以看到实际上 这个就是 rclose p 你把它 一向一向把它分开了的结果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单位时间的位移 就是我们的什么 单位时间的位移是什么 速度嘛 对不对 那p呢 也是mv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项其实是什么 v v close mv 等于什么 同样的东西 close就是等于零啊 所以其实你加的这一项就是等于零的东西 换句话说 你现在也知道了 你的poc 实际上就是这样 那他呢 rclose p是等于什么 rclose p就是我们的aq 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toc实际上就是我们的aq momentum 那我们平常我们会把它写成大写 rclose p也可以大写也可以 他为了你那个跟位子会有关系 那你把它写成大写 所以你会发现 因为其实力学是很漂亮的一件事情 那它的漂亮是什么 它是对称的 那对称的部分呢 这个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领域的部分 那转动呢 一样的 一样的 改变小动量的 就是我们的力举 所以你现在也看到了 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说 在体力里面 什么时候动量会守核 没有外力才会动量 对不对 所以在转动里面 什么时候角动量会守核 就是没有外力举角动量会守核 就直接飞过来 所以你们在学力学的时候 只要你平移学了OPPE的时候 那你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转动的部分呢 就很容易上来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 大概你已经知道 整个定义的情况了 那我们就跟着来超高了 首先呢 整个一个指点的部分 你已经给 没问题了 就是一个particle的情况之下 没问题了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是很多的particle所组成的 那我们说它一共有N的particle 所以每一个指点 total的adual momentum 所以每一个指点 total的adual momentum 它就是每个指点 所刻印的adual momentum 你把它加起来 那每一个指点的adual momentum 它不 这个adual momentum是多少呢 那我们就 我说 就是你的转动动 那你的指点 那你的指点 相对这个转动走在转动 那你的指点 相对这个转动走在转动 然后VR 那 是RI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R close VI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 是垂直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HL momentum Li 就是跟它垂直 它呢 就是RI R close VI 換句話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 Total的HL momentum 如果我要看 Total的HL momentum 隨著時間的變化 基本上面 你這個Total的HL momentum 隨著時間的變化呢 依照這裡面 這個Talk 應該什麼 應該是 所有的Talk 才對 才對 那就要說 我們期待 我們是期待喔 這個結果 應該是Total 外力局的總統 OK 那你現在你來看一下 是不是這個樣子呢 我說基本上面 它複雜 不像我們在算力學的時候 這麼簡單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 我說 一個指點 一個指點很簡單 但是 很多個指點的時候呢 就不是這麼簡單 就不是這麼簡單了 我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平常處理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常常會把它 分為兩個部分 這個 因為你的速度 VIR 你可以是 冒著轉動走在轉 的速度 也可以是什麼 你在平移 所以 你可以是 這個問題是 一邊平移 一邊在轉動 所以不像 我們處理 這個平移的時候 它就是 單純的平移而已 換句話說 我們會常常希望的是 所有的問題 如果可以把它 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執心的平移 然後呢 另外呢 是 加上 相對於執心的轉動 我舉個例子來講 好了 你們比較熟悉的就是 輪胎好不好 我在 這個 地板上 它每一點上面 這一點幾乎是什麼 不動的 不動的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上面的個點 上面的個點 是一直在往前走的啊 所以 這個P點 在下一順天 它已經走到這裡了 那 它從這裡 跑到這裡了 它不是 直接轉過來 而是什麼 你可以 感覺它是繞著 這個執心 轉動 然後呢 這個執心 往這邊 平移了一個位置 對不對 所以 你現在 你看到是 P點 從這裡 跑到這裡來啊 我是可以 我可以很複雜的說 我P點從這裡怎麼運動過來 那它可以是什麼 P點的位置是 P點是這樣子運動 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運動上來 它到最高點 當然 你P點的位置 一直運動上來 它到最高點 然後再下去 對不對 但是 反過來 P點 當成是 我繞著這個 沿心轉動 它就是 純粹繞著沿心轉動 然後 這個沿心啊 沿心是什麼 沿心這個 這個是我的 直心 直心 在做P點 所以 如果我處理問題 是把 我的運動 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 直心的平移 和 相對直心的轉動 我問題處理起來 就是什麼 簡單很多了 你就不需要去管 P點 它是又平移又轉動的情況 那 也因為這樣子的情況的話呢 因為這樣子的情況的話呢 我們就必須 把這個速度V 處理一下 處理成什麼 處理是 相對於直心的平移 再加上相對於直心的轉動 這兩個 那我們就有 我必須要拆解一下 拆完了以後 回到 是不是我們求的這個東西呢 我們希望是 OK 因為你不是只有單純一個particle 這就是為什麼轉動它 它處理到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OK 好